阿羅哈的小甜蜜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好那今天是我們2月11號的時候 那大家看到這部影片的話 應該是大年初一的時候啦 那這邊的話跟大家祝福一下新年快樂 那當然春節的話呢 也是會有小活動來分享給大家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會出三個問題好不好 然後三個問題的話我們會抽出 三位幸運的朋友們 送他們500個Gash罐罐好不好 這個話我們最近就不要在 安排什麼按讚書或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知道大家基本上應該都不按讚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讓大家取得好不好 我們有沒有夠佛心 有對不對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其實我也還沒想好我題目要出什麼 第一題就是 欸 我們今天玩的遊戲是什麼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我們第一題好不好 我們今天玩的遊戲是什麼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呢 三個問題都要答對的朋友 哲平就會抽出三位幸運的名額哦 我們送他那個500罐罐 欸讓大家就是討個新年討個機器啦 好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昨天的話基本上在打我們鋼鐵健身中心嘛 然後是報到我們這個倒立炮傷溫暖 這個裡面是遇到了這個 天使的獵坡選圈還有我們這個青蛙 還有我們這三種好 第二道問題來啦好不好 第一道問題是我們今天玩的是什麼遊戲 第二道問題是 請問被青蛙圖到的角色 欸會是什麼樣的效果好不好 這個的話大家如果是 資深的貓杖或是昨天有看過影片 或是待會看過影片的話 應該都可以回答出來 會碰到什麼效果這樣子好不好 也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今天的話就來調配一下隊伍囉 我覺得基本上昨天的話 我們國王應該還算是不錯 但是主要來說就是我們的輸出不太夠了 所以這邊應該可以帶上一些那個 打一下我們天使輸出的角色 先把我們那隻天使的那個獵坡犬 拳拳先擊敗之後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打 這樣感覺喔 先來把他們給擊敗 其實拉麵王就夠坦了 那主要來說就是需要一隻那個 大力的輸出啦 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拉麵王不知道這邊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打出一些不錯的效果欸 欸淘汰狼這邊也不知道會不會死掉喔 好沒關係呢我們就來這個 斗力小歷帳先租場 那既然沒有那個 沒有我們的古代種的話 就先不要帶這個現代貓了 應該是ok的 然後猴蟹大戰好像 也是可以攻擊不死敵人的喔 那魚人貓這邊還是要有 我覺得會比較好 然後這樣子過去 過去應該不知道過去是什麼 就這樣子啦 然後我們這次開上MAX 應該就比較ok了好不好 倒立泡三溫暖啦 來啦好不好 來來來來來 那第三個問題呢 大家覺得哲平第一次出的角色會是誰呢 好不好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好不好 這三個問題 哲平今天第一次的新春第一發角色是 拉麵王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三個問題全部都出完了 這三個問題要答對才可以取得我們的罐罐了 好不好 完全沒問題齁 很好玩齁 嘿嘿嘿嘿 第一個問題是 請問今天我們玩遊戲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是 請問青蛙被青蛙塗到的角色會有什麼樣的 負面效果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那個 哲平今天第一次出的角色是誰 好不好 這三個問題 答對的話就有機會獲得我們500的Gash罐罐了 好不好 祝大家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啦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就盡可能先用頭蟹跟那個 橋地上先把這隻天使犬犬給打掉 不然昨天的話大家都已經看到了 就是如果沒有很好的打掉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也就是我們這個 裂坡犬犬跟青蛙啊 就會做一波超級機車的一個 互助合作好不好 真的是很尷尬的那種 裂坡真的是很麻煩欸 一直抗一直抗欸 完了完了我覺得這樣的話 我們輸出是不是也是不太夠啊 雖然我們的坦克是夠 但是我們覺得我的輸出啊有點 欸 彈很遠喔彈很遠喔 有機會喔 反正我們就把這個送過去之後的話 他們應該就舔不到我們了 他只能舔到就是比較後面的 哇哇哇哇哇哇 加油加油 他們被舔到真的是完全不能自己欸 這個陣型我真的覺得還蠻強的 而且又加上這個又是裂坡犬犬你知道嗎 完全沒辦法做事情欸 不給做事情欸 完了完了我覺得這樣有點慘喔 而且他們已經舔到我們的塔了啦 這跟昨天做的事情是一樣的啊 而且有沒有發現我們現在基本上 雖然我們帶的是那個錢包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把什麼敵人給打死 所以根本就沒什麼錢 然後瘋狂出猴蟹這些 然後就被釘在那邊 完全沒辦法欸 好扯喔 這隻真的扯 這隻的話我覺得就是應該 該怎麼說呢 純衣是大致的直接過去跟他 跟他打嗎 感覺不知道可不可以欸 這個裂坡犬犬真的還是蠻兇的 我看一下我們這樣打出的傷害是多少 22欸其實比昨天還要少很多 那我想這邊的話應該猴蟹可以換下來 然後換一隻那個 哈哈姆特嗎 還是要換誰 貓俠可不可以啊 我們先就是先存一筆錢 然後把一些比較大隻的叫出來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然後把陣線頂住這樣子 還是小宇宙可以在後面做一波那個打擊啊 感覺小宇宙好像也是 沒有問題的那種概念欸 貓俠先用貓俠試試看好了好不好 先用貓俠試試看 然後一樣開個 MAXGOGO 倒立泡三溫暖啊 我們只能用硬A流啦 然後前面的話我們就先存點錢包喔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應該要更快速的把這隻 這隻獵坡犬犬先殺掉會比較好 因為感覺如果沒有先殺掉的話也是 會蠻大的一個負擔喔 來來來來來 我們先貓俠叫過去揍他 揍爆他應該是有點小機會的吧 來來來來來貓俠 就靠你了 希望你不要被獵坡弄爆喔 先揍爆他揍翻他 感覺貓俠是沒有被獵坡弄到的喔 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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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弄死他 第二下揍下去了 還還是被獵坡弄到了 再揍再揍 阿完了完了完了貓俠被釘在原地了 尷尬的局面又登場了 這個青蛙真的是 有夠麻煩欸 所以我們覺得小宇宙可能還是必須要存在的喔 因為小宇宙可以在一個 比較遠距離弄到嘛對不對 那貓俠這邊完全沒辦法了 被釘在原地了 這青蛙真的是 緩速大將軍啊好不好 緩速大將軍 哇貓俠這邊 尷尬了苦了苦了苦了 我們後來都只能靠這個魚人貓了欸 沒有辦法欸 不然就是可能要叫一下那個 狙擊手扎記那一派了吧 哇貓俠直接被打爆了 那慘了那慘了 那是慘兮兮囉 那是慘兮兮了 還有沒有機會 我們只要先把這個天使犬圈殺掉 基本上就沒問題了 但是重點就是這隻天使犬圈的那個 後背軍團太強大了啦各位 這個青蛙呱呱後背軍團太強大了 好不好 這比較慘兮兮一點點 先叫貓俠先看一下貓俠這樣揍揍了多少出來好了 然後 如果不行我們再換一下那個狙擊手殺技那一些 但我怕狙擊手殺技還是會被那個青蛙給舔到欸 不知道 啊有沒有機會啊 啊有有有有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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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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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出發 有有有用貓俠果然還是有點用處的 趕快把他們打死拜託拜託不要再鬧了 青蛙而已青蛙而已 不要再舔了不要再舔了拜託你們 欸青蛙也是很硬欸 不要再舔了不要再舔了 抓準機會趕快往前衝 把他們打飛 打飛打飛 快喔魚人貓 我可以可以可以剩一隻了 碎碎碎碎 贏了贏了贏了 你看我們這邊全部都在排隊 這是要是嗎 要去堂級科德是不是 全部都在排隊 好險好險 先用貓俠揍翻他之後 然後再用魚人貓繼續喔 這個其實青蛙只要把天使烈波拳拳給擊敗之後 就比較沒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這幾隻真的是 感覺真的是超級無敵緩速欸 以前都沒覺得青蛙這麼煩 結果今天真的是 沒辦法 尷尬一波了 我覺得我們那個美女神他們應該要過不去了喔 終於終於 可以可以可以 魚人貓好不好 發威發威 因為他是能夠打到遠處的敵人 打不到近處的敵人的角色啦 所以這邊我們只要先把那個 天使烈波拳拳跟擊退之後呢 我們這個青蛙軍團 就比較沒什麼問題了 倒立泡山溫暖 我覺得是排隊泡山溫暖 比較實在吧 好沒有問題 取得關卡勝利啦 再來是這個 湖畔邊薰靈123456 六個問號 那一樣用這道隊伍來先試探一下敵琴喔 後面的關卡統刷利益關都要花很多 新的背景欸 這好漂亮喔 感覺新的背景就會有新的敵人登場欸 這背景好漂亮喔 居然有新的背景喔 這是荷葉又是我們青蛙軍團是不是 別再來青蛙了 我求求你們好不好 別再來青蛙了真的 不想再看到青蛙了 那目前來說已經出現了三隻敵人囉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三隻的種類 不知道是誰喔 待會來看一下哈 應該是沒有問題 這我們的天使小敵人跟我們的黑色小敵人跟我們的小松鼠喔 然後我們這邊先存點錢包好了 怕待會不夠用 這軍團感覺很多隻欸 所以應該應該是量多的那個就是 撲衛軍 那我還蠻怕他們待會蹦塔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哇但沒關係 我們這邊 有凱斯莉 雙姐妹 哇 哇 哇塞 哇 欸他 他還有輔佐的雞欸 哇 好 這個明天我們再來搞 哇 哇 哇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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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主要來說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們那個 這個 新年快樂啦 然後這邊的話有三個問題喔 大家如果答對的話我們會抽出三位幸運名額獲得我們的 500的Gash冠冠好不好 所以大家的話就要來回答一下我們問題喔 那問題的話都在前面都有在面講 然後答案也在影片裡面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查一下囉好不好 那麼也許我要到這邊啦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是水平平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記錄〟 〔記錄〟 〔記錄〕 〔記錄〕 〔記錄〔